新時代年輕人發展不再局限於一個地方一個城市 有二度內地升獨大專院校的DSE考生 主要可循三大途徑報道 包括文憑市收生計劃 港澳台橋聯招市 和個別院校的獨立招生 同學可以因應自身條件來選擇 經文憑市收生計劃的考生 可以用文憑市成績報道 外地122間高校 不用額外準備考試 最低標準普遍為3322 另外還有兩個收生標準 大家都可以留意 至於經港澳台橋聯招市 可以報讀300多間內地高校 覆蓋的院校和專業都比較多 考試內容以全國聯招考試大綱為準 需要考五個科目 最後是院校獨立招生 由院校自設收生要求和程序 往年有獨立招生的大灣區高校 包括契南大學、中山大學和華僑大學等等 值得靜的我們 在你目的 With For 笨海 在你目的 而且我們讓你 可以說 �ח